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们今天有广招大家来一起帮我们查证 然后我们有新增了17位的编辑 然后我们今天共回复了185篇的文章 然后这个文章数占我们现在 带查证的文章数的20%几%以上 也就是说我们多办几次就可以辟谣完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今天在工程上有 工程上有收到一个PR 有收到一个PR 然后帮助我们把那个 我看一下好了 那现在找不到 好了 总之我们有收到一个PR 然后很感谢他帮我们在编辑的界面上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新增文章的相似度这样子 然后我们还有在我们Chatbot的那个 Statement上面更新 因为我们预计下一个做的功能是要在 Chatbot上面进行查证 所以我们就先把那个State Diagram 先画好这样子 然后这个又新增了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 辟谣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文章就是说 他说李士诚博士亲身实证 这个掐什么子工房子气 好难念 反正就是说他有这篇文章这样子 然后呢真的有这本书这样子 就是李士诚先生真的有出一本书 然后再讲这一件事情 所以关于这整篇文章 我们是给他一个含有正确的讯息 因为真的有这本书 然后是李士诚先生做的 然后再讲气功 然后再讲这上面的事 那你相不相信气功 你就自己去买他的书来看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的这一次的成果报告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